这轮渡苏瑞河北雨下的最大的地方在哪 67个小时降水量超1000毫米 在邢台临城县梁家庄村 一个只有112人的山区小村庄 两天两夜这里下了大约两年的雨量 是个什么场面 仅一顿饭的功夫 积水就涨高到一米 但是这个小村居然在这场洪灾中安然无恙 全村男女老少在大雨狂飙前 分批此全部转移 无一人伤亡 创造了奇迹 我们村每年都会进行训前的防训营集演练 今年我们通过大喇叭通知每家每户 出一到两个人参加演练 模拟洪水过境时候村民转移的真实场景 这次强强雨以来大家转移的非常快 不到两小时就完成 同时村里边有重新输均河道 被毒沙袋 铁锹 手电 兑桨机等各类防训物资 做到了有备无换 梁家庄村四面环山 输送而来的水汽在此受到地形抬升作用 容易凝结成雨 增强了降雨的强度 今年水比1963年水可是大多了 但是心里不慌 村干部一早都把我们拉出去了 关吃 关喝 关住 回家以后发现水管被水冲断了 村干部用了一天时间都把水管修好了 面对殉情 身经百战的村干部 不仅带出了一批训练有素的村民 村党支部书记郝力捷也摸出了门道 为了避免手机没电 他早早就把车加满油开到高处 没电了就在车上冲 保证自己和村民的防汛热线时刻在线 乡镇干部还总结出防汛排查九字绝 守护人防禄 钉紧和罢库 做好查集物 在这场暴雨中 临城各乡镇村共计转移4117人 做到了不漏一户 不拉一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